12年里呢 实际上在我做手机之前 媒体对我的所有报道 99%的正面吧 几乎没有负面 我们做英语培训的时候 偶尔看到一个中性报道 大家还挺奇怪 说这个怎么是中性的 为什么不是正面的 是吧 觉得很奇怪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所以我跟我们的投资人说 我们全是正面报道 完全不需要媒体公关 企业耍流氓才需要媒体公关 因为对一般公众的认识 包括我自己 我们理解企业做公关 就是老板出去干了 干了张事儿 或者企业耍了流氓 然后需要公关部门 给他擦屁股 是吧 这是我们过去理解的媒体公关 或者至少说在民间 是这样理解的 我也是以前 什么也不懂 就是这么理解的 然后呢 他就说 你怎么就99%的正面报道 给我找一些看看 因为投资人有一些 也对我不是很熟悉 然后我就给他 找了一些媒体 主流媒体的报道看 是吧 我们重新回顾一下 是吧 我久违的这种媒体的 对我的正面报道 是吧 我们回顾一下 罗永浩创办的牛宝 正在成为一个 一线领袖的聚集地 一个独立客观 却闪耀着智慧之光的 一间平台 这是南方周末对我报道 他的标换 其实他的人生态度 坦荡些诚实些 天真些善良些 南方周刊 接下来呢 罗永浩对学员 果断的退款 砸完冰箱后 打炒场地 这些改善自身 克制理性的姿态 进一步完善 夯实了 罗永浩的道德基础 接而带给他 更大的行动力和影响力 南方都市报 那你可以想象 资本市场的人 看了这三个 啪啪嘴说 原来都是南方报业的 是吧 跟你们一样的 自由知识分子立场的 这些人 然后他说 你接下来要开公司 面对的可是财经媒体 就是财经类的新闻媒体 他说这些人 可未必跟你是一路人 是吧 所以你要想清楚 然后呢 我就让我们公司 负责市场的小孩 又去搜了搜 一搜呢 发现财经类媒体 对我的报道 也是很值得我 经常回味的 是吧 第一财经周刊 说可能很多人 都去罗永浩 把日子当段子过 其实他是个 很认真的人 认真讲笑话 认真做培训 认真做推广 这些都是他的产品 这个人有着 高度统一坚定的价值观 和判断标准 经济观察报 注意经济观察报 可不是南方经济观察报 是吧 他浑身犯着叛逆气息 以斗士的姿态 嘲弄与迎战 不公正的社会秩序 并且成功 中国企业家 所以呢 我给他们看 我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等到 等到我们为了生产问题 焦头烂额 我大概在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里 都没有回家 在廊坊富士康工厂附近的 那个旅馆里住着 是吧 每天在工厂里泡着 这时候为生产问题 感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呢 我开始跟媒体 出现了一些问题 是吧 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那时候基本上 每天都是没日没夜的 在那焦虑 接下来呢 进车间又带不了电话 偶尔出来打几个电话呢 别人打给我的很多 都是不认识的号 然后呢 有一些媒体的记者 给我打电话问 因为当时传很多 我们生产不出来了 公司要倒闭了 这种传闻 所以他们问我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一点不耐烦的 每天接一样的电话 而且这也是我比较 怎么讲 比较土素 是吧 比较平民化的一个可贵品质 就是我始终呢 都是我自己接电话 没让助理接 或者是负责公关媒体的人接 这是我坦率地讲 从另一个角度 也是我做的业余的地方 是吧 我每次都自己接电话 然后他搞得我很烦 烦的话呢 尤其是有一些记者打电话来 我就跟他说 我说下次你给我发短信 我会给你打过去 但是我一出来开个短会 大概十五分钟的会 他又打过来 是吧 打过来两次 后来我有时候就不客气了 那时候我不知道 媒体是忍不起的 是吧 对一个企业家来讲 媒体是忍不起的 对一个罗胖子来讲 肯定没事 是吧 所以都说没时间了 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 你这人不会发短信吗 这种话 作为一个企业家 怎么可以跟媒体讲 你怎么想的 我经常夜里问自己 近期是吧 你怎么想 然后接下来呢 有记者打电话来说 老罗 听说你们发了四万部手机 退了三万九千部 想跟你核实一下 我一听就火了嘛 他那个报道还说 他问我的时候 还跟我核实的时候 他还说 听说一天发一两千部 一千部 然后发了四万部 退了三万九千部 然后我就火了嘛 我就很不客气说 我说 你是不是这里有问题 一天发一千部手机 发四万部出去 退货率是三万九千 在退货 我说我得多傻 还能继续发货呢 肯定早就停了嘛 我说你问这种问题 什么意思 我说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然后他说 你怎么这样讲话 我说那好吧 我就把电话挂断了 接下来第二天 我就看到了一个 很吓人的报道 你可以想象 然后呢 还有人来找我的时候 一直在讨论这个 三千块的价格问题 说你怎么卖三千块 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能卖三千块呢 你要知道你可是国产手机啊 国产手机怎么能卖三千呢 你怎么想的 你看现在人家都说你三千块 你这事你想清楚了吗 这个给我纠查了足足三十分钟 是吧 最后我很崩溃 我说你有完没完 价格问题我们就不了了吧 我说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这时候我就注意到 这位记者脸上 一副受伤的表情 我心想坏了 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吃过几次苦头了嘛 我心想坏了 果然第二天 出了一个报道 上了头条 说罗永浩 标题是这样 罗永浩冒号 穷屌走开 我们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 这显然是给我们拉仇恨的嘛 是吧 那是个门户网站 然后上了头条 罗永浩冒号 穷屌走开 我们是为精英阶层服务的 价格贵 跟你们穷屌没关系 我们就是给有钱人做的 就这么一个论调 然后这个东西一贴出来 你可以想象 下边八千多条评论 全是读着我死全家的 全是这样 所以呢 我这时候就开始意识到 可能出了一些问题了 我不能因为我自己 生产方面焦虑 然后跟媒体接触 就这样不职业 是吧 不职业 接下来就开始出问题了 罗永浩忽悠过度 落地无力 空虚内心的外表 再强大也 无济于事 IT时代周刊 魅族在发布会上 拿老罗的专程去东京 Tuning和考虑到 我们是一个小厂商 开算 伤害到了老罗 本来就十分稀少的自尊心 今日财富报 冤啊 是吧 罗永浩示范 靠嘴卖手机 新金融观察报 但这些报纸 我以前没怎么听说 是吧 听说过的也来了 如果非要打一个比方 老罗和其他锤子 和其锤子粉丝团 有点像天龙八户里的 修术派 武功别创一格 叫众包罗万象 万常理俗派 北京神报 这个是一个影响力 非常大的市民报 是吧 当时看的也是非常出论派 然后说锤子 首先是满足窃 银河窃满足了 罗永浩自己的审美爱好 再由老罗 以传教师的营销方法 把这种审美爱好 植入给罗粉 从而嫁接成为罗粉的喜好 中国青年报 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 有点紧张了 因为这种坦率的讲 非常不客观 甚至没摸过我们手机的情况下 妄想判断的这种报纸呢 我注意到他们的级别 越来越高了 都是一些像中青报 在我心目中 就是非常很不错的媒体 也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接下来呢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 等到这种负面的多起来以后 开始出现下一种总结了 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老师 小时候班主任 是吧 你对小时候班主任 有多少美好的回忆 他说 如果被黑的多了 就必须想想 这种黑是不是真有道理 这个让我想起了 苦难的求学时代 是吧 当我是小学生的时候 一些经历 罗永浩和他的垂直手机 招来大量吐槽 可能真的是他和他的产品 存在问题哦 中国质量报 很难相信中国质量报 是这样分析问题的 如果被黑的多了 就必须想想 是不是真有道理 如果招来大量苦吵 可能真的是他的产品 存在问题 很奇怪 他们没来找过我们 没来找过我们 何时问题 也不是我刚才 粗暴对待的 那几个不幸的记者 是吧 他就没来过 然后他说 可能真的是他的产品 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们搞得非常痛苦 终于 终于 最后一块阵地也沦陷了 南方都市报说 罗永浩如果把目标市场 换到平准一桌 还是很有潜力的 坦率地讲 坦率地讲 看到这个报道 那天晚上我真的失眠了 南方都市报也沦陷了 就是我们最后一块 比较自信的阵地 也沦陷了 然后开始想 到底是哪儿出个问题 是吧 国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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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